可是就算是主人 他還是活著 那一瞬間真的不敢去做那種決定 我到底是不是要簽那種包機機 這讓我想想 我真的沒有預期到他會突然說怎麼就走 因為我爸是在一個禮拜前 突然覺得頭好暈 然後送到急診室到醫院 那天我還在同裡面拍戲 我太太也打給我 但是因為他顧兩個小孩 我趕快去志願叫救護車 然後姊姊請他們趕回去 把爸爸送到醫院 他的血壓只有40個六十 後來住了ICU 住了五天 你知道當家裡有人在住ICU的時候 你會非常怕聽到家裡的電話 因為那是一個好像警訊 我爸走那天早上五點多時 我趕到醫院 他們已經為我爸做一個初步的急救 急救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把連接拿起來 我那時候有一種時空錯覺 因為我們自己拍戲的經驗 當中有非常多要面臨這種急救 或者是戲裡面誰要離開 可是在那個一瞬間 我自己真的面臨那個事 我又有一種時空出來 我竟然看了他們在搶救我爸 然後我自己在腦海中在反問我之後 我現在是在拍哪一場戲 我現在到底是在拍哪一場戲嗎 急診醫師或什麼 就來問我說 要我簽署一個所謂的 是不是要做所謂的 其實最後急救方式 把我奠起你的強行計 好像突然你的角色 從兒子變成你好像是一個法官 那時候爸爸在做第一次急救的時候 老實講 他瞳孔可以放大 那意思說他的腦筋缺氧 已經有一段時間 如果你勉為其難把救回來 他其實有可能就是 昏迷直樹山的那種植物 但是 可是就算是植物人 他還是活著 那一瞬間 你不敢去做那種決定嗎 我到底是不是要簽那種包機機 我知道說 再讓我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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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等到我其他的家人來 我沒有辦法獨自去做這個決定 不做外力介入的技巧 然後 這是施打強行證 然後就慢慢看著爸爸 強烈燈 抵碗 抵碗 唉 我們是一個很像 個性又很對立 然後 又非常愛彼此 所以爸爸怎麼飛回來 好 我自己的另外一半 你怎麼這樣不見呢 彼此可以把情緒稍微放開 你必須在我老婆小孩面前 在跟你一共是討論事情 甚至在一些工作夥伴 安慰我 像我必須 好像 那樣自己給人家 好 OK OK 沒事 所以我要謝謝你們 讓我有一點壓力 可以釋放一點恐嚴